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人 皇上 大胆 住手 护着他 相见公主 舞得入神 却不知在御前三尺 不能见兵人 你刚远道而来究竟有何事 要这般对自己啊 韩琪 对不起 我活着不能和你在一起 但我的灵魂会与你相聚 拦住他 护着他 护着他 韩氏 你真以为御前 就能让你为损欲为吗 韩琪是你何人 你为何要为他训死 韩琪是我未婚的夫婿 未婚夫婿 未婚夫婿 回皇上 回太后 韩相见公主之前 确实曾有婚孕 但此婚约早已取消 所谓韩琪也已生死 这韩相见公主 她至今还是未嫁之身哪 虽然未嫁 可我永远是韩琪的未亡人 韩琪对我一片情震 若不是因我来这里 她又怎会一路追我而来 又怎会遇到雪崩 被冰雪莫生而死 韩琪已死的确可惜 可是你也该明白 你父亲送你入宫 是未表和睦之意 你如今为了韩琪企图训死 岂不是辜负了你父亲的心意 变成不孝不治之人吗 韩相见 哀家知道你伤心 不过人已去了 你若再行什么不治之举 只会害了更多活着的人 皇娘所言极是 韩相见 朕知道你伤心 今日的事情 朕不会怪你 相见公主一路封尘辛苦 又兼饱受惊吓 哀家让人替你在京中 安排一个宅子先住下 隔几日 皇帝会给你一个 外命妇的名位 让你以尊荣之身 回到你父亲身边 好 皇娘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韩氏即刻入宫 玉华 带韩氏到承乾宫去更衣沐浴 好生歇息一下 是 承乾宫 是 皇娘 承乾宫无人居住 韩氏住那儿正好 皇上 承乾宫意为顺承乾坤 乃是非宠妃不得住的地方啊 那你让韩氏住哪儿 要不要你来给朕出主意啊 臣妾不敢 臣妾只是想 或许有更合适的殿宇啊 自然了 这一切还是皇上说了算 皇上 皇上 承乾宫是六宫殿宇 外命赴我不得擅拒 还请皇上三思 皇后所言有理 皇帝 你对韩氏如何封告安抚都无妨 只要是 那儿子就奉皇娘的旨意 让韩氏入承乾宫 为承乾宫的主位 皇帝 你曲解了哀家之意 难不成 你决意要让韩氏入后宫吗 请皇娘成全 皇帝 皇上 韩氏刚刚御前殉死 眼下即刻入宫 只怕他心性未逊 皇后啊 朕自有分寸 皇后不必多言 李渔 即刻打理承乾宫 若打理不好的话 朕唯你试问 喳 都散了吧 朕回仰心殿了 恭送皇上 请随我来 太后 奴才告退 皇帝 皇帝说是奉皇太后一旨 你们都坐在此 可曾看见哀家下过什么旨意吗 皇上 不可能 儿臣无能 请太后恕罪 皇后你的确无能 但咱们皇帝心气太硬 谁也动摇不了 哀家原想给韩氏一个外命妇的名位 让他可以安然度日 也可安抚韩部那些其余人等 却没承想 皇帝陡然生了招纳后宫的心志 此女入宫 怕是后宫将无宁日啊 哀家回宫了 恭送皇儿娘 恭送太后 都算了吧 今日之事真是害人听闻 若非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 皇上简直像是迷了心窍一般 我陪了皇上大半辈子 从未见他看一个女子的眼神 如此一乱情谜 皇上一身雄乖大略 为何到了中年才这把流发少年狂 或许是一时之幸呢 不过姐姐 韩氏既然已经入宫了 眼下由不得咱们了 在皇上那儿 姐姐还是谨慎为先 少说为妙吧 皇上如今这个样子 我说什么 他还听得见吗 哀家从未见过皇帝 这般神魂颠倒的样子 这才是初见 那韩氏往后在宫中 可怎生了得 心欲不行的 这韩氏都已经入了宫了 红颜祸水啊 竹儿 奴婢是伺候您的宫女 名叫喜魄 您有什么使唤的尽管吩咐 这是承前宫 虽然您的名位还没定 但皇上把这赏 给您一个人居住 您瞧 这皇上有什么东西 都往咱们这儿赏赐呢 那个钟可是西洋人进宫的 皇上喜欢得很 都拿出去 这是皇上赏赐的呀 你们也都出去